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安忍和安忍波罗蜜是不一样的 世间初学佛的人也学安忍 但是他这个没智慧 或者是他只是从英国的角度来学安忍 那个层次是很低的 安忍波罗蜜就是要发菩提心的基础上再修安忍 这个叫安忍波罗蜜 这个就是有本质的区别 世间能修安忍 要善忍到修安忍 他就说我是英国 别人伤害我 这是我的果报 我该受的 我不生气 但是还是脸发青 这个当然是可以冷罪一部分 他没有智慧 如果有空性慧的话 他就能够把安忍修得更到位一点 发菩提心的话 那个心量广大 那么你修安忍的时候 有佛菩萨的加持 你真的发菩提心呢 你那个 就像你那个打坐的毛孔张开一样 你发了菩提心呢 你的那个法的法孔是张开的 你身上的那个法 接受佛菩萨的那个加持的那种通道 应该说 我们就比喻 就像你身上的毛孔一样 你那个发热的时候 是吧 打坐的时候 毛孔张开了 你发了菩提心呢 你那个接受佛菩萨的那个管道 也是全部都张开了 就是相当于这样 那么你的心就通法界了 这个法界 诸佛菩萨是充满了 是吧 佛菩萨 那么他的加持力 通过你身上的加持道 你修安忍的时候 佛菩萨的加持 然后你安忍 安忍波罗蜜修好呢 你回向法界众生 是吧 法界的众生呢 也都会受益 所以说呢 修安忍波罗蜜跟修安忍 那差得太远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虽然是同样是修安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